哈喽大家早上好 请你们忽略我这个非常难看的造型 我现在是早上的9点10点钟嘛 我刚刚做完运动然后洗完澡了 我现在打算护一个敷个面膜 然后呢就来聊一聊 我护肤的一些心得什么的 因为之前有人问嘛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然后最近呢就是快开始了嘛 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我就会打算 把皮肤再弄好一点啊 然后用一个比较精神 比较好的状态去开学 然后我之前曾经发过两个视频 是讲这个清洁和保湿的 然后当时就很多人问我 就是我平时会做什么美容疗程啊 在香港然后香港的美容 疗程其实品类蛮多的嘛 然后也是 品质也挺参次的吧 挺参次的吧就是有些很贵很贵的 然后一般我都不会去参加 我一般去join的那些美容疗程 可能会是 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 然后呢就是可以是按照次数去买的 就不要说一次 一定要买什么十几二十次啊 就是可以给我选买三次 五次十次这样子 然后我日常做的疗程呢 就会是一些激光类的一些护肤 因为我自己比较注重毛孔的 就是毛孔的紧致度啊 还有就是整个脸的紧致度啊 这个我比较重视的 而且激光 我是激光和采光会一起做 就是它那个疗程 就是激光加采光 而且那个很好呢 就是我选那个 它是很短时间的 就不用说每次在美容院 要待一个小时 它是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激光疗程 我很久很久之前 就开始去那间店做了 因为它是成立在California的 然后来到香港 纽约这种各大城市都有 它就是主打那种很纯粹的护肤管理 大概就是如果只做激光的话呢 就15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像是你要想做激光 再加一个补水的话呢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 那像我的皮肤呢 那边的美容院就跟我讲 我是一周去一次就OK了 它会根据你的肤质吧 然后给你建议不同的次数 一般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可能7到10天做一次 然后像我的话 因为我想比较快的去见效嘛 因为我10月份过生日啊 然后又想美美的过生日 所以就会很勤快的 一周去一次 那其实像7天到10天都OK的 然后有些人如果是皮肤问题 比较严重的话呢 他会建议你一周去两次 那就是一个日常的保养 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排有一段时间 长痘痘长得比较厉害 而且就是我当时就不懂嘛 会挤痘痘 然后挤完之后呢 就可能有些细菌感染 然后皮肤上有一些油 所谓的油就是那种小肉粒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脂肪粒 可是就会凸起在脸上 就感觉很影响美观 然后我就在我男朋友的妈妈建议之下呢 去香港的一个皮肤科医生 那边去做一次性的激光治疗 它那个是治疗性质的 就会有创伤 就真的是有大概7到10天吧 只能在家不能出去 因为脸上会有那些结痂的东西嘛 然后你不能什么都不能擦 只能套通过物理防晒 所以我就没有出门了那7到10天 但是呢做完之后就一劳永逸 就是你脸上的痘印啊和那些油啊 一次过全部都去掉了 我当时大概是三四年前做的 是港币4000块钱 那个医生是4000块钱 当然了不同医生会说会不同 最贵的也有可能上万 可是我那个因为是熟客介绍嘛 所以就4000块钱 那个我觉得很值得做 因为当时那个问题困让我很久了 就是那个痘印和那些油 困让我特别特别久了 所以我觉得做那个是对的 那这个呢就是我在香港参加的美容疗程护理的部分 其实我没有说参加很多很多的美容疗程 我就是现在只有一个 因为我觉得参加多了也没有用嘛 所以就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就最好 那另外呢在家里呢我也会做一些家庭的护理 那我会比较注重提拉和紧致 我刚才也讲过 然后我又买过两个家用护理的仪器 第一个呢是New Face 第二个呢是Rifa 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很网红的仪器的吧 我想来大概讲讲我的感受 它们两个都是通过所谓的微电流 来起来一个提拉紧致的效果 那相比起来呢我很简单的给你们讲 这个就显得非常的鸡肋了 因为它呢是靠太阳能来提供这个微电流的 它确实是可以比如说 可以点到手机上面的一些东西 它是确实有微电流存在的 这样子 就你们可以看嘛 它确实是可以有微电流啊 就手机啊都可以用 可是呢它电流非常非常的弱 然后你按摩来讲是蛮舒服的 可是就不要指望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提拉紧致的效果 就是Rifa这个 那New Face呢它是通电的 它是需要插电通电的 所以这个效果呢会强烈明显很多 三个探头 这两个是这个是圆的 两个圆的 然后一个平头的红外线 另外一个尖头呢是给眼唇部分的 然后它用法特别简单 你看就是它有一个凝胶 有一个凝胶 那用的时候呢就把凝胶擦在脸上 我一般会先擦一边做完一边 然后再擦另外一边 因为它凝胶干了之后呢 效果没有这么明显 就擦了凝胶在脸上之后呢 这个圆头是按摩两额额头 这种大面积的地方的 然后我就会开始按照它的程序开的时候呢 你看它就会可以调强度嘛 然后我就会按照它的程序来去按摩这样子 做完一边再做第二边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这个呢 尖头的是给眼睛和唇部部分的 因为我们就是像我的话 我以前眼睛会有些细纹呢 然后我就会加强加强护理 我会服务眼膜 每周服务一次 滋生堂那个眼膜 还有就是配合这个来用 然后真的会有淡化的效果 这个确实是 另外呢大家也要记住就是擦眼霜 之余呢也要先擦眼睛滑 眼睛滑再加眼霜 这样的话会滋润效果比较好 不过也要看你的皮肤是干性还是什么的 有些人如果是油性的话呢 它可能会生脂肪力 像我眼周是比较干的 我就会可以先擦眼睛滑 吸收完之后呢再擦眼霜 然后一周护理一次做眼磨 和配合这个来使用 其实呢你要是不用它了 凝胶也可以 也可以用芦荟胶来做这个打底 然后再来按摩 不过一定要记住要擦一些东西 不然的话会有刺痛感 然后我这个呢会一周做 勤快的时候就做三次吧 其实也不是很浪费时间 比如晚上你在看电视啊 或者是看包剧的时候 我就会来滑爱滑脸这种的 然后一周做两到三次吧 然后最少也会一周做一次 因为我是比较注重这种下颌线 下颌线这种地方的紧致程度 因为你知道就是 如果随着年龄增长 脸部下垂的话呢 你无论皮肤再怎么好的话 你的基础不好 也是看上去会显老 所以我就会很注重这种提拉紧致 这方面的保养 然后呢我们讲一下护肤的产品 这个面膜呢是我看范冰冰用完之后 我就去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 然后我第一次用今天 感受就还好吧 就是我第一次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都是跟提拉紧致有关的 第一个呢是香提卡的这个 Bio Lifting Mask 这个我是超级超级爱 其实我以前讲过的 就是我一个小学同学长得超美 他推荐给我的 他说是熬夜神器 就是你如果熬了夜 或者是妆特别不好 然后用它做睡眠面膜 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是超好 这个是真的 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好用 这个Bio Lifting Mask 它其实蛮贵的 1500块钱吧 这一盒 50ml 50ml 1500块钱 可是超级好用 真的非常好 第二个是 Lancome Lancome的这个提拉紧致面霜 它有分为日霜和晚霜 这个我也是不止一次讲到过了 我觉得它的质地和香味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这两个产品